HELLO 大家好,我是肖洛特 我是可可 今天呢,我們去了 指交代樂園夏日市集 我真的只去完回來我才知道它叫什麼東西 這個超可愛的 就是因為夏天嘛 所以會場都有發 這個是企鵝嘛 對啊 我現在才知道它企鵝耶 我一直以為它是青蛙耶 因為在會場上走來走去都是青蛙 所以你看嘛,這次我們的感受就是 欸奇怪 因為我現在才仔細思考 我剛回來的時候就說 還滿合理,現場有青蛙走來走去 對啊,因為我們一剛去的時候 那個夏天就在那邊喊說 OMG有青蛙耶 超可愛的 原來是老奶奶青蛙 然後那時候我們還在外面 然後那時候我就到處看地板說 是不是有青蛙 然後夏天就說 你看有青蛙有青蛙 我就說,那在哪裡要跟我講啊 他說,你看有青蛙啊 在前面 對,然後我就說,好好好 我一直很擔心會踩到 因為盧盧一直覺得是真的青蛙 但是我要講的是大型的那個人偶 對,然後我就一直在看地板 然後不敢走對不對 然後夏天就一直往前走 然後他很氣 我就說,你要跟我講啊 我說,我講很多次在前面 對啊,那我想說 對,在前面 可是我怕踩到啊 你要跟我講在哪啊 超級 他超級 總之我又發現了一個奇怪的點 就是 我以為他的主視覺是青蛙 欸結果是企鵝耶 對啊,所以我就不亂講什麼 但現場是青蛙耶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在市景也算是小買了一下 我覺得我這次有比較節制 你覺得呢 你知道為什麼這次有那麼節制嗎 為什麼 因為這次麻肉口沒有去 對 我本來預期會大買特買 沒關係,我們之後用網購的方式把它買回家 這是我們這次的集點小庫卡這樣子 他主視覺真的是企鵝 可是這次沒有企鵝 對啊,我也不知道耶 他不只沒有企鵝 這次還很熱 這次很熱 這次整個跟企鵝一點毛關胸 這次的會場好熱啊 對啊 因為我覺得是外面太熱 然後他們又要維持門是開的 對 然後熱氣就一直往裡面衝 對 超熱 他們可不可以關門 辛苦大家的 就是創作者跟參與的人 對,我覺得他們入場的時候 可能可以開著門啊 可是之後就可以給門關起來了 嗯,但是因為 他是兩棟嘛 所以就要讓人流可以 在兩棟之間傳說 對 所以他的中間的走道是沒有關門的 他入口跟出口也沒關門 他沒有任何一個門是關的 對 總之是蠻熱的 還好他有發扇子 好 那我這一次呢 就是少許的花了一些這些錢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來一一開箱給大家看 可是他好弱喔 對啊 要是我的話我就多幾家 讓他填滿 哎唷,沒有辦法填滿耶 沒有啊,我就每一家買一百塊 然後我就買個 哦,你會想要這樣填滿一下 先來講一下我的第一家消費 對,我第一家是在茄子先生 我這次買了 將將 這個包裝其實也是蠻環保的 就可以留下來做一些素材 首先是貼紙 小小的貼紙 OK 哦,這個也是贈品的樣子 就是有些小邊條的感覺 哇,我覺得現在每次都好小 小邊條 小到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其實這個有時候會蠻好用的 點綴一下 好,第一個 這個 小夾子 是 哦,他夾著 我那時候看到茄子先生 在IG上PO文的時候 我就很想要這個 我現在把它打開 一面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呢,另外一面是這個 卡帶的樣子 舊時代 新時代 有沒有 然後我那時候以為啊 他兩面是同樣的 他做了兩款 然後沒有想到他做一款 然後兩面 我就覺得很棒 很實用 就是有時候你想要你的心情是想要用卡帶的時候 你就放卡帶 是你的前面 如果你的心情想要這種播放器的話 你就把它反過來夾 我覺得很棒 而且它的那個厚度很厚 我覺得非常的真材實貨 真材實貨 我有講錯嗎? 真材實料 真材實料 真是講錯 好,然後它是一個壓克力夾這樣 OK 最近很喜歡壓克力夾 我們要玩個遊戲 怎麼樣 我們每個東西都給它評分一下 那我一定是五分啊 你全部都五分嗎? 這樣不好玩吧? 你不會每個東西都是五分吧? 可是我就是買啦 現場會場有這麼多東西 我挑了這些買 我還不五分啊 那你每個東西 你還是可以同時買這些東西去評 你可以評 那我都是五分 你要評嗎? 算了算了 我不要得罪大家 好,下一個 下一個 將將將將 這個呢 是水果上面的貼紙 超可愛的 好,滷肉沒有什麼共鳴的 不是啊 這個是蠻可愛的 我覺得蠻有特色的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只交代語言標 Fruit Labels 這個我不知道你有買 這個是蠻有特色的 蛤? 我那時候就跟你說我買了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啊 我忘記了 你沒有跟我講它是水果標籤啊 喔喔喔 那我有給你看嘛對不對 對啊 現在你會發現慢慢越來越多 那種身邊越來越免費的東西 就會變貼紙 然後就開始變很貴 啊天啊 這好難試喔 天啊 我跟你講 你之後一定會出那種 商品後面的標籤 變成一種標籤 應該已經有了 然後可能就四百塊 對 而且它上面有一些標語耶 剛剛沒有仔細看 它都有些什麼 很難試 美好的一天就是和你排排座 一起吃果果 Baby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吃果果 吃果果 很可愛耶 好啦 please 你看破了 我的天啊 喔唷 誰能懂我的心 這就是很難撕啊 它有時候它那個膠帶就很難撕啊 那是因為它原本那個膠帶本身就... 它本身太黏了啦 它原本的貼紙就有 就不是讓你很好撕 它就是會破的 好氣 哇有爛七八糟了啦你看 好 來囉 將 是不是很可愛 喔好精緻喔 對啊 而且每個上面都有不同字型 還有大蘋果 哪一個水果的那個貼紙會是個大蘋果 沒有沒有沒有 它的蘋果就是真的實體蘋果 它不是它的LOGO好不好 好然後還有橘子是不是 沒有沒有它也是蘋果 好好看喔 還有那個奇異果 喔 喔 還有那種國家的標誌 我覺得很好看耶 我覺得很好搭 滿個都滿有設計感的 對啊我覺得其實也不需要 一定把它當成是一個水果標誌來用 而且它水果標籤的 嗯 然後還有一些水果可以讓你搭配 我覺得很好看 你看 Memone 還滿用心的 對 每個都很有自己的那種風格 對啊對啊 都沒有那種感覺很像的東西 對 然後其實滿長的耶 對啊 好 我看一下到哪裡 哇還有三組耶 喔 這個好面熟喔 對 到這邊 這邊已經有蘋果了 所以已經到循環 其實還滿長的你看到這邊 一個循環都那麼多 我覺得很好用 好用嗎 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它的色系是那種很鮮豔的 對 那你就會把整個色調變得很活潑 OK 然後它又不是很大顆 就是可以小點綴一下你的拼貼 好 對其他人可能很好用 對你好用嗎 你的全部都是花耶 我就是想辦法 你不是叫我要突破嗎 我覺得你很難 下一家是 Pu P 我不會念 這一家 這個 這個是魯魯真心推薦的 我嗎 嗯 我有推薦什麼嗎 我覺得很可愛 女孩 對啊 是有點穿著 浴衣嗎 還是和服 就是日本日式浴袍那種 對 這家的話他們有那種 比較大隻的那種女孩 對 言情小說的畫風 然後有這種可愛畫風 對 但這個是小可愛 對 因為小特不喜歡言情小說 不不不我喜歡 但是我覺得我很少 好好的運用好人物 東洋少女 對 這一面是人物的大頭的 然後這個是那個 一整個身體 我第一次買這一家的樣子 但是我有收到蠻多分鐘 是你家第一次看到 沒有啦 我其實在會場上都有看過 只是因為我 一直不確定 我可以好好的掌握 他們家的風格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買過 將 是不是好看 對啊 好看好看 而且它小小的 應該還是蠻好掌握的 對啊 而且它全身 喔這種GG的好可愛喔 然後雙胞胎的感覺 可愛可愛 然後有節慶 慶典然後那種就是 廟會的感覺 對啊而且它每個服裝都好美 好可愛喔這個 這個上面還有一個狐狸的面具 對啊 蠻不錯的蠻不錯的 好啦謝謝你 推一推我 我推超久的 你推超久的 因為我一直跟他說我就不會用 那時候老闆在收錢的時候 我就超想跟老闆講說 我要抽一點 啊這個好可愛喔 嗯 這個有一個櫻花在後面 然後它抱著什麼 它抱著一個兔子 兔子 對 所以像他平常看就不會買這種東西 對我很少 大家可以教教我要怎麼拼貼 欸我們已經到了一個循環 它也循環不多 這樣子 到多了啦 但是就是以女孩數量來說 已經排得蠻緊密的 對啊已經那麼多人了 對啊 那衣服也是蠻精緻的 是的 好下一家 下一家是 米甘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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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魯魯買的 喔 魯魯買的三張唯一現場的明信片 而且我沒什麼錢 這個是感謝小卡卡 Thank you for paying 3 明信片 嗯哼 這個是水豚君 跟他的三隻鴨鴨 對 然後我覺得魯魯主要會買 是因為他們圓嘟嘟的 喔對他超可愛的 跟蕭特一樣 你都這樣說 是不是很可愛 我一直很想避免大家就是 感覺到我現在變胖了 這很可愛一個位 你看現在蕭特在那個 跟他的鴨子在那邊走過去 所以我是水豚 對啊 你看他們的雲還是個冰淇 下一張 下一張 是小白鵝 對啊 你看他屁股 這麼可愛 跟蕭特一樣 這是那種午後下雨的感覺 對啊 很可愛 然後後面是繡球花 好美喔 下一張 喔這張很日式的風格 對啊 像日式的小喬 這小喬上面看外面 跟他的小鴨鴨 對 然後還有一朵花掉到水豚君上 這超想給他標起來的 真的嗎 要是標的話我會把那個鴨子屁股 真的喔 喔好 你真的之後會把它拼貼起來嗎 不一定喔 後面長這樣 是不是很可愛各位 對 好 那我就會把它放在你的文具小盒子裡面 OK 再來下一家是食物 食物呢我只是買了 一堆 我看一下也沒有一堆啦 我覺得這次我相當的解質 700塊這個文具來講可多可少 相當的解質 我買了兩卷紙膠袋 這個袋超美的 我應該會把它拿起來拼貼 好像你的桌布 很漂亮 好 這一次我買了兩卷 將將 超美的 那你想要看哪一個啊 你想要先看哪一個 好啦 就你很愛的那個花花 先來花 這個花真的超美 它這一面是紅色的底 另外一面是藍綠色 苦水綠的這個底 好美喔 哇真的好美喔 它顏色蠻鮮明的 對啊 可是好用嗎 它跟你那個真實花放在一起會怪怪的 我覺得這種不真實的花 反而更好搭配 喔是嗎 好這樣子 是不是很美 這樣很清楚 對 然後它是音符跟花結合起來的一卷紙膠袋 然後這一卷紙膠袋 顏色非常的鮮明 有一點螢光螢光色的感覺 然後是一些比較抽象的花 不是真花 我覺得非常好看 它花感覺有點像是貓頭鷹 而且我覺得很像是愛麗絲夢遊仙境 有沒有 然後音符 然後不同顏色的花 然後這拼片的時候非常好用 哇這個好美喔 這個 這個音符 這一整段 是不是很美 然後 這是單獨的花花 然後應該就到了一個循環了吧 還沒 到了到了在這裡 這裡就是一個循環了 我覺得很喜歡 我一看到我就決定要買了 好 再來是這一卷 這一卷 這一卷 這一卷我不知道 我有點忘記主題是什麼 喔這個這個這個 Those happy elements OK 嗯哼 你看夏特 他剛買回來不到兩個小時 他就忘了到底買了什麼 沒有沒有 這一家是比較做那種 比較抽象 然後比較 那你在買的時候 你有知道還是什麼 我當然知道啊 知道啊 那你剛剛怎麼會 我就是我現場 有看到他的那個展示 我就非常習慣 我是想要說的是他的名字 我可能不記得他的名字 好吧 OK 解釋很多 因為很多品名其實都取的名字非常的文藝 我會怕我講錯名字 這樣子的 是不是很好看啊 喔還可以啊 有沒有對焦 好 有 是這種 各種幾何圖形 然後有一種就是 飄的感覺 在這裡 很好看耶 很特殊的顏色 對啊 它配色感覺蠻蠻特殊 很像那種復古的那種雜誌風 有有有有 有點像美式風格 就是那時候可能印刷顏色還沒有那麼好 然後每個顏色都有點 就是沒有那麼亮 嗯 然後這個是有點像是博物館的 海報的感覺有沒有 喔 很好看耶 然後 油票 油票的感覺 它每個都是油票嘛 對不對 不一定啦不一定 你可以把它當成油票 也可以把外面的那個 裁切線剪掉這樣 OK 然後這是有點長條的那種裝飾 然後 好像沒 這是要把花剪掉嗎 呵 欸這也是以花為組合的 你就是喜歡花啊 對啊 這集合圖形這樣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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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圓的 嗯哼 我們到了循環了嗎 我不確定耶 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很多都長不一樣 都很像 應該是到了 應該到了嗎 對啊 我們到這個啦 這個東西有重複 喔有啊 那就到重複了 其實這一卷還有長喔 對啊 喜歡 好最後一家了 最後一家了 最後一家是 森林好朋友 總共花了640塊 這下都排超久 對啊 那邊這次排很多人 超級久 OMG 他的袋子長這個樣子 非常漂亮 OK 好我們好像之前有見過幾次他的袋子 我們現在來看貼紙 而且我最愛的袋子還是Maluko他們家的袋子 你想要先看印章還是貼紙 印章好 印章好 這是維厄買的印章 啊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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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是正序 是嗎 OK 好我先來開這個好了 這個超美的這個 好 來了 將 喔 是不是很好看 為什麼要就是做一小塊呢 這就是一個設計啊 那他是幹嘛用 我覺得有點像是那種 復古的書 喔 的那種封面的感覺 有 或是書封書腰 那個書籍的感覺 有 然後我最近看了一個叫做葛雷的畫像 我就覺得這個真的好適合那一本書的主題 喔又風格 對啊 太美了 我覺得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框 也可以把這個單純蓋這邊 當成是一個邊條的點綴 OK 再來這個是記性的主題這樣 然後他的名字叫 Lis belong to 誰這樣 然後中間有一個 喔他有寫中文 對中文有一個屬於 然後你就可以裡面寫字 將 是不是很好看 好美膩喔 米粒嗎 蛤美膩啊 這個蠻美的 對啊而且是那種就是有點 舊舊的風格 我覺得 復古風 後面是這樣 好像一個卡帶 嗯 好好看喔 而且我最喜歡的是他有中文 喔對有一個那種 就是以前老式風格的感覺 對 就有點像是親我的感覺 親我 有沒有 不知道欸 我覺得有欸 有一種就是 就是那個被入侵以後 我們就什麼都應該有英文 就有英文 但是還是要寫中文 因為原本是全部都是中文嘛 對 然後之後變成被強迫 全部都要寫英文 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呢 後面有一個Logo OK 那Logo蠻可愛的 好這就是兩顆印章 再來我非常節制 非常覺得自己真的是優秀青年 這一次他們出了很多紙膠帶 新款我都覺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因為我覺得我應該是用不管 所以我這次呢簡單買了貼紙 這就是我這次買的貼紙 OK喔 這個感覺很節制啊 你可以拿那個十大那個青年獎 沒錯 十大結出青年獎 因為你這次只有買這個貼紙 沒有買紙膠帶 沒錯 然後這個紙膠帶我真的超想買的 因為這是花朵 然後又有點童話故事風格 我真的覺得非常喜歡 這次超愛花的 好 那我們來打開一下 欸打開會破壞他的那個印 那個欸 那我先不要打開好了 他蠻美的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這種寶可夢的感覺 喔有耶 好像有一點寶可夢的感覺 現在寶可夢的名字都很隨便 比如說中間那個紫色叫三朵紫 那左邊那個叫兩朵黃 然後中間那個叫小萊 真的嗎 我不知道啊 反正現在很多寶可夢沒這個怪啊 什麼獅頭狗啊 喔 總之他就是一包有兩張貼紙 那我想說我先用用看 那如果真的會搭配得起來的話呢 我就再買一卷紙膠帶 那你就完全沒有省啊 你反正花更多錢 沒有啊 可是說不定我搭配不好啊 那要是你搭配得好呢 那就是值得買啊 這完全就是浪費起來了 好再這個 所以你完全沒有拿十大千一獎 你完全是花更多錢 你就誒我都沒有買跑車 我買普通的車開一開 那我買普通車開一開 我覺得速度不會快活 我再買跑車了 好 這個是郵票地址 是不是很好看 喔有那種那種 童話故事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我給大家看一張 然後這上面是有燙鏡的 每一張都有燙鏡 好酷喔我覺得好像是 兩個國家的鳥在打仗 喔是嗎 這個好帥喔 對啊一個黑鳥王子 然後這個是麻雀鳥王子 對 麻雀 麻雀將軍 我覺得真的好好看喔 很可愛 就會讓我聯想到那種 Lulumi Lulumi是什麼 就是一個芬蘭小精靈 OK 喔對對對我有印象 這個很像 這有讓人家感覺是Lulumi 每個都滿美的其實 對啊 這組真的滿美的 對然後它有出紙膠袋 然後紙膠袋就是這些 元素的拆解這樣子 它就是一條 可是我覺得它的那個 油票燙金的那種效果 真的很好看 很高檔 對對對 很棒 好以上呢 這些就是我在這一次的 市集買到的戰利品 然後我們這一次有滿到2000 所以我們有去換禮物 然後首先是這個 這個是貼紙 然後這個我應該就會把它拿來 貼成是市集的戰利品的拼貼的 其中一個部分這樣 我應該會做一個小拼貼 好 再來我們還有拿到這個紙膠袋 這我就不拆了好了 這是什麼 就是這次的那個 那個主題的紙膠袋 對 好奇怪啊 我現在還是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現場出現的是青蛙 大家可以解釋一下嗎 然後我還有拿到這個 這個是 杯子 喔是兩個喔 對啊兩個 我覺得蠻有誠意的 這要2000塊兩個可以 1000塊一個 欸 欸 欸它是空杯欸 它就是空杯這假 它是空杯 喔沒有沒有 你可以拿你的紙膠袋貼這個杯子 喔是 喔好 你就可以有個貼紙膠袋的杯子 可是那些貼紙應該不是防水 沒關係你用完就丟了 兩個空杯欸 蛤 什麼話 我以為應該會貼什麼膠袋 沒有那個台皮的logo都沒有 OK兩個空杯 好就是這樣 那我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抽獎了 那我們想說回饋一下大家 那我們今天就是會提供一個明信片 然後這三卷紙膠袋的一個分裝循環 然後抽出一位幸運的得主送給大家 那怎麼抽呢 抽獎的問題呢有點麻煩喔 大家聽清楚 就是我們今天開箱了一些創作者的作品嘛 那請大家在這些創作者裡面挑選一個商品 推薦給我們 但是必須要是今天我沒有買的商品 喔對 然後是你今天買的創作者 對 OK 哇這個問題 這個題目也不好說欸 不會吧你都買很大排的東西啊 好 我再講一次題目 第一就是我今天開箱的創作者 對 他們的商品 然後你沒有買 你這次沒有買的 對我這一次沒有買的商品 OK 這沒有很複雜啊 好 那歡迎大家留言參加抽獎 那我們會在下禮拜抽出一位幸運得主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 希望大家會喜歡 掰掰